准备好了吗 很幸福这五年你把我宠成了公主 但是未来我们还有很多个五年 我不想你在包容我的时候消耗你自己 也不想消耗我们两个彼此的爱 所以我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你就和我说 但是你态度要好 好吗 我们这五年的感情稳定 成了周围人的模范情侣 我一直都是以为 是因为姐弟恋我懂得东西更多 所以更好约束自己 让你感觉在这段感情里面更舒服 我们的感情才可以这么顺利 但是现在看下来 不是因为我 每一件小事都是你在照顾我 才使得我们今天 可以以夫妻的名义站在这里 你牵着我 精准地绕开了每一个现在舆论中 对于结婚生子让人恐慌的每一个累区 你一切以我为主 坚定地站在我的身边就像刚才 诗词里面里和我说的一样 从来不让我去做我不喜欢的事 才让我以上说要挑你的毛病 其实每一句我都是在夸你 才纵使我们都深知婚姻不亦为户 却愿意相信彼此 唐先生 谢谢你 你饱满又长久的爱 让所有人都看得出 我在越来越好 请你永远爱我 当然 我也会永远爱你 我咬到你了 因为你师父的父母 好